我本怀惜不一,天下与我何家焉 朱元璋能这么得瑟 最应该感谢的是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汤河 比朱元璋大三岁的汤河在加入红金军后 被任命为千户 但他不忘自己的兄弟 写信劝小伙伴一起创业 当时的朱元璋还是黄绝寺的小和尚 收到汤河信的朱元璋就加入了红金军 汤河一生参加过很多大战 征讨张世成,栗战陈有量 平定方国珍,南征百战的汤河 在六十岁时还率军西征 平生最敬重的人只有朱元璋 有一次江南遭倭寇骚扰,汤河及民夫六万 住其位所五十九处成为中华抗倭第一人 退休后的汤河将朝廷赏赐的财物都分给乡亲 身边的一百多位美女 也全部打发走,朱元璋夸他大智慧 特许他辞官,回乡养老 在未三十年,朱元璋几乎杀光了所有开国元勋 却唯独放过了汤河 只因晚年的他中风不能自理 最出色的两个儿子也未过战死 七十岁病死的汤河 成了陪伴朱元璋时间最长的伙伴 相比那些屠刀下的冤魂、汉淡名利、急流永退 又何尝不是最好的归宿呢?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